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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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华哥不仅能赌还能打 最终华哥一方成功逃脱 还把嘉辉哥赤身裸体的放进了卫生间 从此二人的梁子也算是正式截下了 俗话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本以为逃出虎口的两个人 回到家就被眼镜哥一伙人给埋伏了 并且拿女朋友莉莉的生命做威胁 让华哥进监狱帮他干掉一个人 名叫鲁冰孙 曾经眼镜哥的手下 由于手脚不干净私吞了三亿元债券 要他打定出这债券的下落 无奈之下呢为了救好救阿智 华哥听从了眼镜哥的安排 经过一系列的策划 华哥因为抢奸罪被判入狱一个月 这有句俗话说的好啊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华哥的监狱 诶 正是嘉辉哥的管辖之地 就在嘉辉哥为华哥精心准备的千年杀检查 却被赶来的预长给救了 来到狱中呢 为了摆脱嘉辉哥的打击报复 华哥不惜吃锯子 买同狱友们 与自己演了一场甄嬛传 让大家配合 谎称自己魔力转圈圈 技术一流 纷纷膜败 全来看华哥笑话的嘉辉哥 知道世间竟然有这种技术 便要求华哥普及前嫌 教他如何成为鸟神 华哥并没有理会 还让嘉辉哥吃了鞭 因为要打点狱友 华哥这边引钱吃紧 于是还设法逃出监狱 可是误打误撞 跑到贾辉哥家的小店 给眼镜哥打电话要钱 而贾辉哥误以为 华哥越狱是要找自己麻烦 于是便很自觉的 把自己的老爸给绑起来了 谁指 从中得出了 他们父子之间的惊天大秘密 贾辉哥不是他老爹的亲生儿子 贾辉哥老爹出海三年未归 回来之后却有了这个儿子 所以 他把鼻头上 早已经是一片 呼伦费尔大草原了呢 戏弄完两父子的华哥 偷偷溜回监狱 而此时呢 眼镜哥的手下恐龙趁人不备 把鲁宾孙的腿弄成了骨折 华哥就顺势跟着老人入住医院 想要趁机套出关键的三亿情报 而老爷子这些年也不是白活的 其实他早就知道 华哥是眼镜哥派来的 看着华哥的为人 心甘情愿的对他说出了实情 原来呀 眼镜哥是老爷子的女婿 之所以成为他的女婿 无非就是看着了老爷子的巨额家财 在吞吃掉老人大部分财产后 眼镜哥杀掉了他的妻子 并策划设计了老人入狱 幸亏老爷子事先藏起了三亿债券 这才得以在狱中保败一命 之后呢 眼镜哥让恐龙给华哥带话 让他抓紧时间跟老头 问出三亿债券的下落 不然呢 就继续折磨他的好几娃至 而鲁宾孙在墙后呢 听到了这些话 他对华哥说 只要他能帮自己复仇 就把那三亿债券全部都送给他 以这个呢 作为新时代的好青年 我们的华哥岂能为惊险做撼动啊 出于正义感 他欣然答应了老人的要求 之后呢 华哥找到贾惠哥 让他帮助自己对付眼镜哥 事成之后给他三千万 贾惠哥接到任务 首先就是要接近眼镜哥的情人罗娜 但是啊 由于体格是骨瘦如柴 导致我们的贾惠哥 遭到罗娜和他的补品男传 小伙伴们的无情弟子 眼看自己被嫌弃 贾惠哥决定去向华哥讨教 鸟神神功 但是华哥啥也不会啊 之前呢只是个玩笑 求人不成 只能求己 不甘心的贾惠哥通过电脑 自学鸟神神功 经过不懈努力之下 终于练成了这绝世神功 然后自信满满的找到了罗娜 并用自己的神功带领罗娜 进入到了人生的新境界 就这样 罗娜邀请贾惠哥来到自己的别墅 继续讨论人生境界 而贾惠哥第二天也如愈而至 随心的华哥呢也借此偷偷溜进别墅 却在一间小黑屋里发现了阿智的尸体 华哥发誓 一定要听阿智讨回公道 而贾惠哥这边呢 刚与罗娜展开人生讨论 就被一早埋伏的眼镜哥望中捉鳖 可怜的贾惠哥半点便宜没得到 就这样被眼镜哥送进了监狱 这边呢眼镜哥也把阿豹送进了监狱 伺机而动 而华哥的贾惠哥 以及鲁平村 联手终于要掀起监狱的大暴动 这冤有头是债有主 阿豹盯着了华哥的辉哥 可惜还没有阻止了光环的庇护 阿豹死在了华哥之手 最后呢 在立体的配合之下 三人成功逃出监狱 实施作战计划 华哥牵住眼镜哥的别墅 并使用G毛设计眼镜哥 亲手杀死的亲人罗娜 最后被赶来的警察当场获捉 而鲁平村呢 也从别墅里拿回了 属于自己的三亿债券 通过石榴姐的再次帮助下 三人成功逃到监狱 再一次度过了危机 最后呢 三个人行满释放 重获自由 过起了拿本吃力的幸福生活 大团圆结局洒话 这部啊 同样是王精指导的作品 为何现在的作品名声那么差呀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